大家好,我是猫儿,今天带来的电影是《冬日奇缘》,穷小伙闯入豪宅行窃,没想到白富美对他一见钟情。 电影开始,彼得的父母带着他移民美国,可是因为父亲身患肺病,要被遣返回国。 父亲便将自己的美国梦寄托在了彼得身上,把他放在了一艘名为正义之城的传播中,漂流到了纽约。 彼得从小就在丁佩六里中长大,为了生存,他加入了一个恶魔建立的黑帮,成为了一名窃贼。 后来他厌倦了这样的日子,想要脱离黑帮,但是恶魔一直把他当成儿子一样养大,他不能接受彼得的背叛,于是开始追杀彼得。 在逃亡途中,彼得遇到了一匹神奇的白马,帮助他脱困而出,白马把他带到了一栋别墅面前,示意彼得进去偷东西。 彼得也需要一笔财物帮助自己逃离纽约,于是便偷偷潜入禁区,想要打开保险柜,却意外碰到了房子的主人,身患肺病的贵族女孩佩芙莉。 当两人四目相对的时候,彼得知道,他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女,而从小患病,很少与外界接触的贝弗里也没有害怕彼得,反而热情地招待了他。 另一遍,恶魔通过魔力感应到了贝弗里的存在,于是助手想要抓住他,又不彼得。 但是彼得坐下的白马却不是普通的存在,他载着彼得和贝弗里张开了一双虚幻的翅膀,等空逃了出去。 两人来到了贝弗里家族在城北的城堡,恶魔却不敢再追击,因为恶魔们在两百年前有过约定,不得随意跨界。 所以恶魔找到卢西法,想要获得暂时跨界的权利。 此时,卢西法正在看一本几十年后才会出版的时间简史,听到恶魔的请求后,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。 于是恶魔只能找到了一个坠落凡间的天使,让他下毒暗害贝弗里。 另一边,彼得和贝弗里朝夕相处,感情迅速升温。 但是贝弗里身患重疾,随时可能一命无呼。 他的妹妹维拉还给姐姐制作了一个睡美人的床,希望有一天一个王子能给姐姐一个吻,让他痊愈。 这天,彼得和贝弗里参加了一场舞会,天使逗逗混了进来,给贝弗里的酒杯中换入了毒药。 舞会结束后,彼得和贝弗里两情相悦,准备做点没修没撒的事情。 没想到贝弗里突然毒性爆发,失去了生命。 但是彼得等人并不知道这一切,还以为贝弗里是死于疾病。 彼得为了参加葬礼,所以回到了中央城区,被恶魔大人堵在了一座大桥上。 彼得掩护白马,让他展翅,逃了出去,自己则被恶魔打落河底。 不过彼得并没有死去,只是因为撞到了脑袋,失去了记忆。 他在浑浑恶恶中活了近百年,甚至外貌都没有任何变化。 他唯一知道的就是,自己在寻找一个红头发的女孩。 这天,他像往常一样游荡在纽约街头,意外碰到了一个患有癌症的小女孩艾比。 这仿佛曾经发生过的一幕,让彼得找回了一些记忆。 他找到了以前留下的一个微塑胶卷,借助艾比母亲的帮助冲写了出来。 看着照片上自己和贝弗里的合影,彼得找回了更多记忆。 下号艾比的母亲认识贝弗里的妹妹维拉,于是带着彼得去寻找真相。 当彼得遇到老年的维拉后,终于回忆起了一切。 可是当他找回记忆的那一刻,恶魔也却查到了彼得还没有死。 他找到露西法,询问彼得为什么能活一百多年。 得知原来贝弗里是彼得的奇迹,他的爱让彼得不老不死。 为了杀死彼得,恶魔向露西法求助,要拿自己的生命和彼得对赌,赢者通杀,败者失去生命。 另一边彼得来到艾比家里,艾比因为癌症发作昏了过去。 彼得看着他躺在床上的这一幕,突然明白过来,艾比就是贝弗里的转世之神,他要完成百年前未能完成的心愿。 于是他说服艾比的母亲,骑上贴马来到了城北的城堡。 可是恶魔并没有放弃对彼得的追杀,派人围住了他。 彼得在贴马的结束下,成功击杀恶魔,解决了这场延续百年的暗愿。 然后带着艾比来到了当年小维拉制作的睡美人的床上。 在艾比额头上轻轻吻了下去,治好了他的爱症。 然后便骑着天马驶向星空,化作了天际的一颗星辰。 很多人看完电影之后都会有种不知所云的感觉。 其实大家把它当成白娘子传奇就很容易理解了。 彼得自小孤苦无依,唯有被福利给了他爱的感觉。 所以百年之后彼得必须保安,救下艾比才能了却成员。 从而升天风神位列兼班,西方就是化作星辰魂归天国。 这样一对比是不是就特别容易理解了呢?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。 我是一只不想长的狗狗。